欢迎收看一段最前线 我们今天将在节目中持续的追踪分析 上个礼拜我们所公布的2020总统大选 ETU Today新闻云的鸡尾九世民调 里面所隐藏的相关细节 讨论今天我们看一段最新的相关新闻画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回到现场我们先用大明目 把这次的ETU Today新闻云的鸡尾九世民调 几个重要的结果 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讨论 这次的民调的第一个题目是请问 如果在2020的总统大选是由现任的蔡英文总统 对上国民党提名的韩国瑜市长 他们的支持度的趋势是如何 我们从上一次的调查 蔡总统以41.2领先韩国瑜市长36.0 到7月27号的中期的这个民调 在这个部分是蔡总统以39.0 几乎跟韩国瑜市长打成平手 到最新的8月5号到8月8号的最新民调 这次的民调结果是 蔡英文总统以37.8的支持度 赢过韩国瑜市长的32.8 大概有5个百分点左右的领先的优势 我们来看 对不起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的趋势图 如果这次2020总统大选的相关对战组合 是由蔡英文总统对上韩国瑜市长 以及郭台铭董事长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对战组合所呈现的结果是 蔡英文总统目前以31.4的支持度 落后给战细剧性起伏达 大概10个percent左右的郭台铭董事长 所以郭台铭董事长32.4的支持度 赢过蔡英文总统的31.4 以及目前非常明显持续走 所谓下降波的韩国瑜市长的27.3 我们来回一下再往前跳一下前面这一张 那再往前看一下OK 那如果是蔡英文总统对上韩国瑜市长 以及柯文哲市长这样子的对战组合 我们看到最新的结果是OK 这个代表紫色的蓝色部分 这个韩国瑜市长调到30.7 蔡英文总统以31.3领先韩国瑜市长 那目前柯文哲市长是21.5的支持度 排名第三OK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如果是一个五人的对战组的话 虽然目前这个柯文哲市长一直说 这个可能是绝对没可能发生 但是我们还是把列入这样民调的 一种所谓调查的对象 OK蔡英文韩国瑜柯文哲郭台铭跟王金平 五人对战组的话 目前排名第一的是蔡英文总统29.7 领先韩国瑜市长27.1 以及第三名的郭台铭 这个董事长的25.0 排名第四的是柯文哲市长的10%的制度 那目前垫后的是王金平院长制度是1.6% OK我们再往下看 如果对战组合改变成蔡英文韩国瑜对上 一个大家认为的所谓黄军预饭团的所谓必胜三角组合 郭台铭加柯文哲加王金平这样的话 那么最新的民调结果是 郭台铭柯文哲王金平的组合以33.9 赢过蔡英文的29.3 以及国民党提名的韩国瑜的28.1 目前还有高达7.1% 说都不支持 那其他选项还要1.5% 好我们来看下一张 那有一个题目是 如果立委选举政党票 政党票就是说这个不分区的票 是否会投给台湾民众党 会答会的大概26.8 回答不会的有53.6% 不知道或没有意见的有19.6% OK我们来看下一张 如果是郭台铭 OK 柯文哲王金平三人组合的 白色力量联盟的支持度是如何 会是34.9 不会是51.0% 不知道没有意见是14.1 一共大概是这次调查的几个细节的项目 我们先请一下赖老师 您对这样的民调 您初步的回应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民调 其实展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趋势 就是一般民众 对于现在的两大党 国民党民进党 其实是有保留的 因为有保留 所以他们会期待 不一样的第三势力的声音出现 那这样的一个趋势 也让现在坦白讲两大党都很紧张 所以我们看到8月6号 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主党之后 那么网路上还有某些特定的媒体 或特定的政治人物 就开始不停的去黑科也好 红科也好 那么他们为了要抹红柯文哲 因为抹红柯文哲不容易 柯文哲一向在政坛上 他就不容易被打倒 所以因为抹红柯文哲不容易 那只好从柯文哲身边 跟他有一些互动的人抹红起 包括小弟在下午 居然有媒体说我是红梅大将 这个其实很有趣 我从几个地方来讲就好了 我早期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就去捍卫所谓的年代 或当时候还是被比较泛绿体系控制的公式 怎么绿营人士 那时候蓝营人士没有说我是绿梅大将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小八卦要跟大家讲 当时候2008年马英九一上台 国民党的立委就要修理 当时候被认为偏绿的公式 我在自由时报写一篇文章 去捍卫公式 我说不可以这样子 结果呢 国民党的立委去打我 说我是绿梅大将吗 没有 我跟大家报告 国民党立委打电话给我 说赖老师不好意思 我们不知道原来 公共电视是不可以用政治力去干涉的 那到后来包括这个年代 东森中天通通都曾经找我 去帮他们捍卫去对抗政府 那结果到今天我变成红梅大将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这个我一贯的立场 我捍卫言论自由捍卫新闻自由 那这个有一点像是什么 像是今天如果有一个犯罪嫌疑人 他可不可以找律师帮他辩护 我们都知道无罪推定嘛 最近公共电视有一出戏剧爆红 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 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那个很有名的律师 由吴康仁演的人权律师叫做王胜 他一出场就被丢糞 因为大家想说你怎么可以帮坏人辩护 所以你如果看过我们与恶的距离 我看了我蛮喜欢的 我就还蛮感激的 我只是被抹红 我没有被丢糞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我自己小小的立场就知道 两大党对于第三势力是非常紧张 而我们从民调里看出来第三势力有市场 是老师第一个就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点 传统的蓝绿两大党似乎对于第三势力的一种新的结盟方式 充满了恐惧跟忧虑 我们看一下其他相关几个媒体 在相关议题上面所做的民调 我们看大概在7月26号时候 联合报所做的民调 韩国瑜市长对上蔡英文总统 韩国瑜颤跌11%到达32%制度 蔡总统掉了6%也到达32% 两个都掉 那在期待谁出来呢 那更重要的是韩国瑜跟蔡英文打成平手 很多蓝营的评论员说 这是有史以来国民党面临最大的恐惧即将发生了 OK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相关的民调 包括绿党之前所公布的 如果是四人对战组合 蔡总统29 赢过韩国瑜的26 赢过柯市长16 包括这个郭台铭董市长19 但是如果郭柯合作的话 就以32.4的制度赢过蔡总统的30% 以及这个韩国瑜市长的28% 那最近的包括这个苹果的滚动民调 也做出31.9的郭台铭联盟 就郭台铭选总统柯文哲支持他 或是柯文哲联盟 柯文哲选总统郭台铭支持他 都以31.9 30.4纷纷赢过 蔡英文的26跟韩国瑜的25.9 蔡英文的24以及韩国瑜的28 又彤怎么看这个最新民调 对于郭台铭董市长来讲 您觉得他的解读会是如何 我觉得民调是这样 常常因为环境的因素改变 这个民调起起伏伏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会 目前郭董市长也不是参选人 也不是候选人不会这么在意 这些民调的起伏 那事实上现在他也还没有 在这个2020战局里面 不过我觉得昨天 因为这个柯市长抛出说 希望幕僚要就是能够三方 要这个聚会 那我是想说如果柯市长都这么说 那如果说董事长也有这样的意愿的话 当然幕僚要先行作业 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因为最新新闻说这个礼拜可能就会有幕僚的先行的会面这样安排 你可不做进一步的说明 我想这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收到这样的一个任务 那我们就一定会去执行 那目前座庄的可能会是谁 我在想说如果是柯市长 做主人不要讲座庄 像赌博术语不好意思 我觉得如果说是柯市长抛出来的 有可能 就由柯市长来做主人 对我们有选择说可能先去市府拜会一下 那这个讯息一旦抛出来 至少郭台铭董事长这边应该是乐见其诚 大家可以坐下来沟通一下 我想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强调 现在不一定要大家谈选举的事情 大家可以对于国际或者是国内的情势 交换一点意见 那我觉得昨天我有完整的听完 这个柯市长的一些说法 因为我一直在讲说 有很多的事情必须双方要有一些 对于国家大政或者是环境 或者是议题要有一定共同的看法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不管这个会面谈什么 才会有交集 那所以我昨天看到柯市长 他讲了一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跟 郭董事长先前提到的蛮像的 因为他昨天讲说 对于两岸目前的情势 对于中国大陆 他相当的这个应该说 敬畏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但是他也同时认为 政治的在一个国家 在一个政治跟经济的发展 不太可能经济这样的发展 但是政治却落后这么多 所以他昨天有讲 就是说台湾的对于自由民主的发展 可以是华人世界的一个指标 也是一个灯塔 那我觉得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在讲这番论述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想到 就是说一开始在郭董事长初选 初期的时候提出来 有一个叫两腿论 那他这个两腿论 其实跟昨天柯市长讲的 这件事情是不谋而合的 就是说他其实也就是说 一个正常的国家 或者是一个能够繁荣发展的国家 原则上两条腿走路 一条是政治的腿 一条是经济的腿 那中国大陆就是经济的腿卖得很快 但政治的改变的腿 或者是政治的进步的腿一直没有跟上 所以现在这个等于是有点要劈腿了 然后这个经济的腿遇到中美大战以后 就被拐马 所以今天事实上就造成整个中国大陆情势 非常的不稳定 但是在台湾地区 或者说在台湾中华民国整个台风金马 就是整个的状况刚好相反 我们在政治改革 或者是在民主自由的这条腿 其实卖得很前面 但是在经济发展上 这几年完全的就是停滞下来 所以使得说我们的国内很多的同胞们 或大家都会对于我们现在的经济的状态 有非常非常大的抱怨 那更何况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整体的实力 事实上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们经济的实力 所以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种不平衡 所以这个我觉得郭董事长 如果大家能够有印象的话 他当时提这个两腿论 还自己表演的 有 很用力这样子的一条腿论 政治经济 政治经济 所以我觉得其实 如果我们跳脱 就是不要在每一次的选举 一直把统独的议题摆在最上面 或者说我们一直把蓝绿的议题 摆在最上面的时候 我觉得事实上是可以就一些国际情势 或国内情势 大家真的提出一些见解跟看法 让我们的同胞们或老百姓们 能够对我们现在真正面临的一些挑战 跟想要发展的方向 有一些理性的论述 我觉得不管是不是今天大家所期待 或者是很多环境在促成说 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第三势力 或新势力 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 往来有这个2020 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机会 让所有的人听听 除了蓝绿以外 不同的声音 或者是说不要说蓝绿以外 就是另外一些对于国家前途 未来经济有忧心的人 至少他们讲的话 可能大家愿意稍微听一下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会面会是有意义的 那如果说只是针对于说 大家这样这几个礼拜以来 不断的讨论就是说 是不是要出来选总统 谁政谁负谁要 把他弄成是另外一种政治分赃 我觉得这就是这几个礼拜 我觉得郭董事长不愿意 直接去面对这些政治口水 回应的原因 因为他觉得说谈论这些 都是知为末节 真正的是中华民国的前途 中华民国的命运 面对现在两岸关系的局势 面对整个中美贸易 中美之间竞争 使得全球版图要重新的 来审慎思考的时候 到底台湾这时候琢磨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应该重视的 还是我们应该真的把我们的眼光 我们的焦点放在 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上面 我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要为这个说 大家的会面来定调的话 那我会认为这个方向 或许会是郭董事长觉得 比较期待 OK为国家找方向 为人民找出路 而不是在为政治的组合 被人民解读称 你们又换一批新的人 来做政治的分章 要请教这个侯老师的时候 我在追问Amanda一个问题 最近网络传说 你要下来选立委 是真的假的 不是快否认 我没有 如果有保留就不要讲死 调调讲死 没有 OK 第一个怎么讲 因为说 郭董事长那边找一位 也是非常资深的媒体工作者 所以来当 你们的助手发言人 有人讲说 是不是Amanda 就要跳下来选立 有没有 没啦 我跟妳讲这个真的 对于这个就是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因为过去其实 这辈子到现在为止 就这几个月 投入了一些 跟政治相关的工作 那我觉得其实 投入了以后发现说 原来政治不只是政治 政治事实上 是应该有一些使命的 是应该对于公共的利益 或者是人民的利益 要有一些理想性的 但是我发现说 其实就我一个 过去是局外人而言 进来就发现说 这个理想性 其实很低啦 就发现说 其实政治人物 或者是一般的 在政治圈里面 它其实是个行业 所以行业的话就是 你知道就起起伏伏 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不像我们可能 出入这个状况的时候 会觉得说 救国救民的这个感受上 我觉得是有点落差 那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 是真的对于政治 并没有这么高度的 应该说 一个期待值在那边 或者是说 就是未来的人生 是不是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一定会在 未来的人生里头 跟我的以前相比 会更认真的觉得说 应该从事更多跟 提升大家 其他人扶植有关的事情 尽自己微薄的力量 但是我觉得立委这件事情 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这云友不要再来烦我 我也问了 如果未来有什么闪失 不关我的事情 不要再来找我 但不想问你有什么 在这些人 对我们的健康中心是 做得更好 那我们试图了 感谢